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异夏之那年夏》 第35至36集,不准熬夜 今夏是被一阵糊味惊醒的 他还以为着火了,急急忙忙跑出房间 连拖鞋都来不及穿 走到客厅,这才发现原来是路易在炒菜 他翻炒得手忙脚乱 烟雾缭绕,一边咳,一边捂着嘴巴鼻子 你在干嘛? 今夏无奈地问道,顺便去开窗户 我想煎一个鸡蛋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煎焦了 路易难为情地回答 把你吵醒了 今夏走进厨房,焦了就别吃了 我来吧 路易紧紧握住锅铲,上下打量着今夏 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你没有不舒服吗 昨晚不是一直喊痛吗 那也不至于躺在床上动不了啊 他随意地答道 那你教我,我其实想学做饭,做菜很久了 路易说着 垃圾桶里躺着好几个被他作废的鸡蛋 好啊 这个简单 今夏麻里地示范了一遍,你是初学者 就先小火,火太大,你会慌乱 今夏,怎么你会这么多 路易问道,他还比他小两岁 这是基本技能,你多看几遍,就会了 在今夏的教学下,路易终于做好了两个菜 一个炒鸡蛋,一个炒青菜 味道比较清淡,基本上就只放了盐和酱油 勉强能吃,至少今夏吃得很开心 还不错啊 你是有做菜天赋的 听到夸赞,路易很开心 傻笑着望着今夏,拿着筷子,一动不动 你吃啊 怎么不吃呢 今夏问道 有个成语叫做,秀色可餐 路易有所指道 从昨夜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是踩在棉花上的 今夏清咳,脸颊上泛起了红韵 好好吃饭,别说这个 因为他会害羞 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 又迎来了暑假 年年要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 今夏就不用去给他做家教了 于是暑假刚开始 他便忙着找兼职 最后竟然在小区群里 看到有业主问 有没有家庭老师推荐 辅导初一全科 今夏急忙推荐了自己 把自己的学生证件发给了对方 因为在同一个小区住着 业主便提出先面试 路易不大放心 今夏一个人去陌生人家里 便陪着他一起过去 是个小男孩 大概处于叛逆期 对人爱答不理 不管他爸爸怎么说 也不愿意开口和今夏说话 今夏有些尴尬 他可以传授学业方面的知识 但是对心理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 家长也很尴尬 连忙解释是自己孩子不爱和陌生人说话 第一份工作泡汤 今夏不免失落 让你浪费一天陪我去面试 结果又不是你的问题 你难道看不出来 那位孩子有心理问题吗 他现在不是补功课 而是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 路易安慰道 要是真的找不到 我养你啊 那怎么行呢 你工作也很辛苦 这几天一直在熬夜 你们老师接了项目 不仅他拿大头 而且事情都是你们做 就算如此 还是有很多人抢着做 路易解释 我们这个专业 靠的是人脉和经验 我就当积累经验了 多学点 总没错 两人牵着手 在小区里慢慢走着 聊着各自的生活 虽然今夏的心情有些失落 不过有路易开解 也慢慢好了起来 对了 你最近还是少熬夜 对身体不好 是不是打扰到你的休息了 自从那一夜 今夏答应了他之后 他便厚着脸皮 睡到了今夏房间 他的房间 彻底变成了书房 对啊 你要不别过来了 就睡自己的房间 今夏提议 他每次躺到身边 就会按耐不住 动手动脚 扰人轻盟 我准备锁门 这话对路易 简直是一个打击 他急忙说道 别这么残忍 我保证不熬夜 尽量赶在11点完成 好 那说好了 11点一过 我就锁门 今夏说完 自己都止不住笑了 他们竟然会开始探讨 这么幼稚的话题 今夏的手机 铃声响了起来 路易看了一眼 竟然是蓝清旋打来的 他诧异道 蓝清旋给你打电话 他估计是找不到你 所以找到我这里来了 你接吧 今夏把手机递给他 喂 你找我 路易拿过手机问道 我只是听你说 今夏有在外面兼职做家教 就想问问他 还带学生布 我家里亲戚 让我帮忙找找 我表妹需要一个家教老师 路易听了 这活不就来了吗 你表妹乖吗 还挺乖巧的 就是学习成绩不好 整天看言情小说 那我和今夏过去看看 你把地址给我 路易想到很简单 蓝清旋介绍 应该靠谱 却忘了深思 他的这位室友 平日里不爱和人接触 也不会多管亲戚的事 如今却操心起表妹的学习 到底是因为什么 你们在哪里 我去接你们 就在家楼下 蓝清旋开着家里的车 不过五分钟就到了 路易坐上他的车 感慨 你每日无所事事 还真爽 没办法 最近家里又有房子要拆迁 我爸妈对我没有要求 别学坏就行 蓝清旋转头看了一眼坐在后座的今夏 今夏 车里冷气会不会开得太大 不会 你表妹几岁了 十四岁 下半年初三了 哦哦 初三很关键 今夏想了想 如果她能接受我做她家庭老师的话 我可以给她制定一系列学习的规划 因为上一个学生受挫 她也不敢太乐观 这份工作能成功 重点大学的高材生 给她当家庭老师 我表妹能有什么意见 蓝清旋说道 绝对满意 她的肯定让路易一笑 你难得夸人 我只是实话实说 她一路开车 你们暑假都住在紫薇花园吗 对啊 最近我都在家 你有空开车来接我出去兜风 路易打趣道 反正你有钱有闲 没问题 蓝清旋表妹家离自己家有些距离 大概开了半小时才到 她的车停在一小区外 这是我家 我表妹就住我家隔壁 蓝清旋带着今夏和路易回家 她的爸妈都不在家 跟着旅游团出去旅游了 家里就她一人 屋内有些凌乱 她一边整理一边解释 这几天 我都没有回家 住在学校 可以让你表妹过来 我和她聊聊 蓝清旋叫来了表妹 是个看起来白净的小姑娘 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 很是斯文 小麦 这就是哥哥的朋友 以后就她负责你的功课 你好好学呀 要是学不好 可是丢你哥哥的人啊 蓝清旋说道 小麦偷偷看了 今夏和路易一眼 小声问道 这位是老师的男朋友吗 今夏满足她的好奇心 这个年纪的小姑娘 对爱情都是充满憧憬的 对啊 她是我的男朋友 也是你哥哥的同学 难怪我哥哥会认识你呢 我还奇怪 我哥哥这样的人 怎么会认识学霸呢 小麦你哥哥我也很优秀的好吗 那你也去找一个学霸女朋友来 辅导我的功课 这话让蓝清旋哑口无言 她挠挠头 我要告诉你妈 没收你的言情小说 脑子只有情情爱爱 不知道学习 她这个年纪 对爱情有憧憬正常 家长好好引导即可 今夏吵小麦笑了笑 她还是挺喜欢这个小姑娘的 等小麦走后 这份工作也算是确定下来了 陆毅准备好好谢谢蓝清旋 结果被她回绝 别搞肉麻那一套 今夏交得好 我舅舅也会给我奖励的 所以我是为了我自己 放心 我会努力交小麦 不让你在你舅舅面前 丢人 快乐